欢迎来到小语频道 我是小语系的小语 今天我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奥克兰著名的律师事务所 Tennis Hopkins的律师Jack Gu Jack你好 你好 最近我们跟客人在做买房贷款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会比较关注关于AML的要求 那么作为华人来讲的话 我们有的时候买房子 我们家长都会赠予我们一些现金作为首付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么对于银行来讲的话 他们也满足这个要求 可是由于最近对律师和会计方面 也在AML上面有一些规定 那么他们也要来看一下AML方面是否满足 那么会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交割不了 或者交割遇到一些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想问一下顾律师 就是说在您最近做的案例当中 有没有在赠予上面出现问题的 然后导致交割上不能顺利进行 目前为止这个倒没有 但是就是说关于最近的反洗钱法案 它主要是从去年2007年的时候 议会对它做的修改 主要是防止配合有关的国际组织 来对反洗钱进行防范 那么从我们这个个人角度来讲 就是说从我们律师的角度 或者是其他专业的有关人士的角度来讲 主要是防范为了他们利用我们 特别是trust account 来做一些洗钱的违法工作 对我们所里面主要是 就是说要求一般客人 比如说他这个钱从国内来的时候 那么他首先是会到这边的银行 对我们会要求银行 这边的银行出示一份证明这笔款项的信 说明这笔款项它是清楚的 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这边基本上就可以接受 我们同时会要求客人填一张表格 我们叫尽责调查 就是customer due diligence form 是的 那这个表格上会要求客人提供具体的信息 比如说姓名 地址 生日 税号 银行 这个是借款人还是赠予人 这个我们不是讲借款 这个就是我们的客人 他有买房的 对 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有了他具体信息以后 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任何可疑的情况 那我们就需要再深入调查 那么有的时候父母赠你的钱它是比如说通过一些换回公司来换取的 然后再打入他们的银行当地的奥克兰银行账号 那么怎么样银行出去什么样的信能够满足条件 那么中间的话可能会没有直接从国内银行到这边银行这么一个直接的这么一个转换 对如果说它是通过赠予的通过换回公司换过来的话 中间的具体的过程我们不太知道 我们不知道 是 我们也没法来控制 但是我们是需要当地的银行给我们提供证明 一般的流程是这样 这是银行的一个比较一个标准的一个业务是吗 他们提供这个证明 比如说买房子之前 通常这个款项会在比如说Sendment Date交割日期一两天左右 我们会要求客人的把这个跟银行说 把这个款项找到我们的信托账户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 通常就是我们会跟银行的联系 如果银行觉得这笔款项没有问题 他们就会出来 OK 有的时候客人会问说 我需要怎么准备家长给拿过来这个钱 那么家长这个钱那么很多 就是说自己慢慢积累的 有的是做生意 就不同的方面 那么AML方面 现在根据您所经历的案例来讲 就是说要多么go back 就是说这个父母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个需要你们去查吗 这个我们一般不会 一般不会 对 如果是有可疑的话 我们会做深入调查 那假设说有的客人 他的钱 比如说是通过国内卖房子的钱过来的 那么这个要怎么样证明 当然他那个时候 在国内卖房子的时候 他有一些多交易的文件 我们可以要看一下 然后那么他卖了房子 收到这个钱 一定要和他打这个钱到星期来交会一样吗 等值 哦 必须要等值 对 基本上差不多 除去汇率的汇率的不同 那么在实行AML开始以后 在您的工作当中 是不是多加了一段的交割的工作 也就是说在准备交割的时候 是不是要多留一些时间 对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主要是 刚刚我提到这个净则调查表 是 呃 这个需要客人配合我们把钱完 嗯 然后我们会 这个 对这个 呃 提供的信息 重新 啊 捋一捋 然后我们看哪些方面 我们需要再做调查的 那些方面 我们不需要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顾律师 谢谢你帮我们讲解 因为这个事情 现在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好 他也像自己以前没有这么严格 对 嗯 今天呢 我们很有幸的 啊 得到这个专家的这个方面建议 那么如果说您对于自己 即将要交割的房子 不太清楚 在这个凡洗钱法方面 需要怎么样满足条件 能够顺利的交割呢 也非常欢迎您联系 这个 啊 就是 Tennis Hopkins的团队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有顾律师 还有Joy他也是一位华人的这个律师 来帮助你 顺利交割你的房子 如果您觉得这个小视频 对您的亲朋好友也比较有帮助呢 欢迎你转发给他们 好的 谢谢你今天的时间 谢谢小玉 谢谢大家 拜拜